选美特别忌讳 给皇上或者给下午王公贵宙选老婆 看中两样 一个是门帝 一个是品贞 你看一说皇后母一天下 一说哪个妃子端庄贤淑 这是第一位的 不是你长得漂亮就能进来 但是你不能太丑 母一天下母一天下 模样得说得过去 而且这个清朝皇帝 对于美色是很忌讳的 因为红颜祸水 这观念深入人心 也怕天下这些读书人说闲话 你看乾隆年间还有这么个事 他这个有皇后死了 这个乾隆皇帝 就把他这个丧葬仪式给缩减 有的大臣不满意 说你凭什么就不待见人家 人家脸老色衰 你就不喜欢了 乾隆皇帝极力辩解 我可不是因为他素质大不好看了 我就看不上他 他确实这个各方面性格有点怪 做事做的也不公正 你看就怕沾上 皇上爱美色 沉眠于酒色 所以这是大清时候皇上一个传统 咱们再说这个选呢 为什么他不单纯选美呢 不是选美呢 品行刚才我们说 还有一个门第 这门第特别关键 咱就举《振欢传》里头例子 这几个例子还挺恰当 你看有个华飞 为什么飞扬跋扈 他哥哥是大将军连更摇 有这个门第 一般来说都能选得进来 不看你长得好看来看 这是去年的龙井吧 娘娘还没喝完啊 就是得茶 即使存放的再好 也有骨子没味儿 等到甄嬛进宫选的时候呢 一看这是汉八旗过来的 好 封你个什么呢 一看模样也行啊 各方面挺端庄的 好 封你为贵人吧 汉军奇秀女中正好 也有两个贵人了 还有一个是 沈贵人 沈自杉的女儿 沈自杉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 那就给甄氏正六品常在吧 相貌只是所有素材中的最厚一个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 其实第一 是你的家庭背景 第二 还是你家庭背景 第三 还是你家庭背景 这个人 他们这个家族 对我有用 那 所以他们家这姑娘 就能当皇后 最重要的就当皇后 次重要的就当皇贵妃 再次重要的就当贵妃 这里顺道给大伙说说 这个清朝后妃总共有八个等级 最尊贵的皇后 完了皇贵妃 完了贵妃 然后是妃 完了是贫 然后是贵人 往下 常在 答应 然后最后最末最次的啊 还有个叫官女女 其实就是能陪皇上睡觉的宫女 就这么改变 所以咱们说那时候所谓的选秀女 不是选美 不是光看你模样 品行啊 门第啊 这些都非常重要 是母仪天下还是阴险毒辣 历史中 皇后乌拉纳拉氏是否真实存在 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取其性命 令其失子 使其失声 影视剧中不断上演的后宫独战 是否真实存在 没有永远的胜者 只有无尽的争斗 请老梁为您辨析 后宫争斗的那些真假是非 老梁观世界 甄嬛 看上去很美 正在播出 那么 甄嬛传里边 说的事 除了刚才我说这个不符合历史史实 那不符合史实的多了 比方说这里头 皇后 哎呀 心狠手辣呀 为了自个地位呀 哪什么自个姐妹呀 自个侄子都不放过 还经常害这害那个 又什么下毒 又不让哪个妃子怀孕的 有这事吗 胡说八道 为什么呢 皇后的选择特别重要 当然不排除有个别心肠歹毒的 整体来说皇后呢 你得性格温柔和顺 母一天下 是天下女人的榜样 而且皇后呢 后宫之掌 说白领衣大家的人呢 过日子呢 你没个样子也根本不行 所以皇后没有说 很少有心肠那么歹毒的 你就说慈禧当年 那你说慈禧老国爷卖国 其实你从大臣眼里看 慈禧几乎就没什么缺点 战有战相 坐有坐相 行事 那得绝对一碗水端平 你得让人说得出来 就是这个人这个那个 就不能让人讲究你 再一个皇后 为什么没有必要嫉妒 哪个妃子生皇子 因为所有妃子生的皇子 都得管他叫妈 都是他的孩子 你那生他那不过是他的生母 真正养着孩子 培养着孩子 这都是皇后的事 他没必要嫉妒下边一个妃子 但历史上极少时候 出现过黎毛换天死那些 那是特别特别少见的 所以说皇后最歹毒 极少有这情况 再一个这里头有说下毒 说我嫉妒你 我给你下毒 你比方说 有用这个射箱 让你这甄嬛流产 还有的说 我嫉妒你 我往你这汤里下药 让你吃呆捏场 有没有这事 绝不可能出现 毒药 微臣觉得 这马蹄羹有问题 展现日日动物 对了 加猪糖 可是损胎伤心的东西 在热播的连续剧《甄嬛传》中 各种毒剂的运用 成为了后宫 争宠的重要武器 剧中代表药物一 射箱 在剧中 甄嬛被猫夹上脸后 安明荣送了她一瓶 其中掺有射箱的舒寒胶 她涂在皮肤上 想淡化疤痕 没想到却流产了 这盒舒痕胶 是林农家传的 据说当年 五主孙和代妃 邓夫人被欲如意伤了脸 就是以此复原的 此外 在剧中 华妃乃严庚瑶之妹 万千恩宠 却飞扬跋扈 终日 以皇帝宠爱她 还专门为她配 欢宜香为傲 但其实 欢宜香内含有大量设香 唐妻闻香的华妃 终身不孕 华尚独度赐予臣妾的欢宜香 臣妾日日都有 对了 咱就喜欢这个味道 别人都没有 剧中代表药物二 木薯粉 在剧中 华妃发觉皇帝 格外爱其瘟疫公主 于是心生一计 利用瘟疫公主 来陷害甄嬛 这马蹄羹 有问题 木薯粉 那是什么东西 去让玉山坊总管 把近来碰过木薯粉的人 一病带来 一个都不喜欢 剧中代表药物三 夹猪桃 阿玲蓉偶遇落寞的齐妃 暗示齐妃 夹猪桃是有损胎的东西 夹猪桃 可是损胎伤心的东西 齐妃听了 冻起了心思 这甄嬛送去了一份 产有夹猪桃的糕点 太医说 甄嬛正在喝桂枝汤 夹猪桃加桂枝 会导致流产 虽然在电视剧里 后宫充满了毒际与陷害 但是 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 想要下毒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一个是皇宫里头 你要想下毒 你除非买通 你这个对手 他身边的宫女太监 你买通他给你下毒 可是那谈何容易 因为每一个妃子 只要上来 他的宫女太监 都是一根 他跟多少年 你想买通 人家得接受算 再一个 一旦你买通 这妃子死了 这太监宫女 得另外去适应另一个主子 那就基本上生前无望了 有可能遭到虐待 更严重是 他伺候这主子要死了的话 有可能宫女太监殉葬 多危险呢 谁能为那点钱 活出命去 不可能的 再另外更主要的是 宫里头戒备森严 你说下毒就下毒 说整什么药整什么药 万一你把皇上给要死 那了得吗 哪能让你把这毒药 漆里咔嚓就给带进去 历史上没有那回事 再有有的说 那雍正 这一天可真忙活 跟这么些女的谈恋爱 又是这个甄桓的 又什么曹贵人的 又这个妃那个妃 又这个嫔那个嫔的 有没有这事 雍正在位十三年 勤勉朝政 他哪有那些 跟后宫扯这个大姐 而且呢 和妃子在一块有规矩的 因为晚上皇上翻牌子 翻到谁 谁来侍寝来 侍寝呢 陪皇上在一块 待一会之后 你就必须得走 为什么呢 头一个呢 怕皇上睡着了 你妃子在旁边 你要害皇上怎么办 来的时候都是脱光了 卷到背后里头 太监给你扛过来 走时候给你扛走 第二个呢 你不能影响皇上休息 第二天 这不自仇隐谋 赶到这个某时 皇上得上朝 就三点到五点 这时候 隐时 自仇隐谋 隐时 皇上上朝 你说你这一晚上 皇上跟你在一块 这不上朝影响吗 对工作有影响 所以这些罗的一块 皇上是基本上 妃子事情 没有陪一宿的 所以妃子也没有 那么多机会 真正在皇上身边 吹枕边风 这个妃子不行 那也不行 张常理夜短 他在那给网上碗里头下驱 也没那么多这事 所以要今天 就我这么一说 您可能明白了 《真欢传》里 大多数反应后宫 而于我诈的事 那都是骗你的 所以咱们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要喜欢看这剧 没啥 娱乐吗 但是你要拿它当真事 那您可就有点傻了 要想了解真实的历史 您还是看正史为好 千万不要